預備會議上市議員提出各項議案 希望金融市政府在定期會上說清楚講明白 其中市議員王醒之關心各地社區兒童遊樂設施接連被拆 兒童遊玩出現空窗期 已經陸續發包正在進行拆除 那這件事情會涉及到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金融市只有拆除而沒有後續的規劃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這一段時間 本市的兒童遊樂圈將會有1到2年的空窗期 市議員楊秀玉與林敏昕則關心籌銀行 工程研當機籌務公園選址問題 因為我想這個因為那個女生勁備相當的多 我將益力的建備就是改建計畫浪浪好載 那預計本來說在今年5月份要完工啟用 到現在因為我本身做期益 到現在完全沒有完工的一個跡象 包括整體工程進度延長 目前營運計畫也會很可能性能長期發展的計畫 包括寵物的一個善終問題 產發這個規劃我們本市目前是沒有寵物工程 那第一座原本預計是在必殺預告 但是後來在這個折點的條件 目前整個盤下來 折點應該會設置在我們這個暖暖運動後的這邊 它是七個條件都符合 還有包括防疫旅館 集會成績區設置 基隆核數據及歷史建物活化後續等問題 其中市議會本屆最後一次定期會 確定將在9月14號召開 距離年底選舉僅剩不到100天 市議員忙於勤跑基層爭取市民支持 能堅守崗位監督市政衛名喉舌 我們幾乎90%以上都要繼續參選連任 所以不能把這個時間擺在往後太急迫的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預備會算是大家都非常和諧 然後非常的順利 那也期待說在我們這次的定期會 大家也能秉持這三年多來 大家這種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 繼續發揚 繼續延續下來 這次定期會長達一個月 重點包括市長劉昌任內最後一次市政總報告 議員市政總質詢 各局處業務報告 市政考察 及112年度市府總預算案等 記者張其妾東基功報道